基隆爆發本土疫情後 就怕已收進社區 民眾急報篩檢站 統計基隆27號新增19例 28號12例 29號9例 但30號又爆出19例 這波疫情已累積68人染疫 先是爆出多名警察確診 接著又揪出小吃店顧客 大學老師 計程車司機 學生及防重 感染源不明 局中心宣布 將啟動類譜篩揪出黑數 全國首次類普篩 將發放家用快篩試劑 給全基隆36萬市民檢測 預計一週內結果出爐 相關細節規劃中 但專家憂心 恐出現未癢性 家用的快篩 它的準確度 也到達九成以上 敏感性的問題 所以它一定會有偽陰性 也會有偽陽性 台大各位教授 沾長全呼籲 奧夢控傳播力高三倍 採用類普篩有三大重點 必須一天內有結果 一週篩檢兩到三次 民眾要配合 減少跨縣市活動以及聚會 原因社區恐有更多隱藏個案 寧口常跟副院長邱振詢比喻 要盡量把冰山下面浮現出來 內捕篩越快越好 需搭配社區篩檢站 不過台大而醫院長黃立民表示 奧夢控變異株傳播快速 病毒擴散出去覆水難收 想藉此阻斷傳播鏈 已有點慢 效果有限 應該在社區裡面 還有一些潛藏的傳播鏈 趕快找出來 全體36萬市民大規模普篩 但到時候試劑該如何發放 如何回收 以及民眾是否如實配合篩檢 還有在聚會中心 以及基隆市衛生局進一步規劃 記得連網上 約3G台北採訪報導 這是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湯 吃火鍋 加上一條 湯頭都超鮮美 現在也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訂購 馬上就能夠擁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總統級的享受 三明星的情況 給大家聽說 我證明 其實不就在哪兒 我證明 我證明 是